近日李柔浩在演唱会上和观众互动 称自己用了15分钟便创作出了李白这首歌 对此就有网友酸李柔浩 称李柔浩实在是自以为是 以为自己是周杰伦等等 11月17日李柔浩通过微博无奈的回应 称总有人喜欢拿他跟其他歌手比较 他主动承认自己不如周杰伦 不管是音乐还是个人成就 甚至身高 智商发量都不如别人 表示自己并不是在说气话 确实是差得很 他会努力的 最后李柔浩还为自己的几天假期感到高兴 并劝大家不要再讨论这件事情了 所以吃瓜群众都散了吧 此微博曝光后 网友纷纷为官并留言称 啥也不比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好好享受假期吧 不要理睬那些乱七八糟的言论 爱你的永远都会爱你 更有网友为李柔浩点赞 称李柔浩你在我心里独一无二 虽然你结婚后爬墙了王俊凯 稍后一向搞笑的李柔浩也都去回复网友称 等肖凯结婚了 抓紧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